亚洲一线城市排名 中国上榜12座城市 上海位列其中 最新亚洲城市榜单来袭 你知道我国哪些城市跻深一线吗? 最繁华的城市是哪里吗?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近段时间相关机构发布了 一份亚洲城市排名的榜单 其中把亚洲一些主要城市 划分为了一线和二线城市 在这个榜单中 我国有12座城市上榜 这足以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 和城市建设是全世界有目共睹 而且也得到了许多人认可 除了上榜的这些一线城市 我国还有不少城市 在二线榜单中也是榜上有名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第一城 很多人猜都不用猜 肯定是我们的大上海了 上海 简称互获深 上海是中国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 截至2019年 下辖16个区 上海总面积 6340.5平方千米 截至2021年末 上海常住人口 为2489.43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43214.85亿元 上海已形成有铁路 水路 公路 航空 轨道 等五种运输方式组成的 具有超大规模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上海的贸易伙伴 至今已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海口岸也逐渐成为 全球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 上海口岸进出口 位居世界城市之首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连续八年保持世界第一 在这个榜单中 上海排在第三 仅落后于东京和新加坡 相信有很多朋友认为 新加坡的排名不应该这么高 但仔细一想 还是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新加坡在2020年 国内生产总值为3400亿美元 人均生产总值为5.98万美元 贸易总额为6923.6亿美元 至少从经济的层面来看 新加坡还是有天然优势的 当然上海能在榜单中排在前三 也是非常不错了 毕竟香港 北京 广州和深圳 都排在上海的后面 再来看看在二线榜单 我国进入二线城市榜单的 一共有19座城市 西安、厦门、宁波、苏州、青岛、长沙、合肥等等 都是榜上有名 再来看看一线榜单 国内又有多少城市上榜呢 这些城市分别是 排在第12位的成都 第15位的武汉 第18位的杭州 第19位的重庆 第22位的南京 以及第24位的台北 我们也由此可见 我国上榜的城市不仅多 而且排名非常靠前 但上海是我国的经济第一城 拥有2000多万的人口 境内拥有两座国际机场 地铁里程更是冠绝全球 这也是很多城市望之不及的 上海的发达绝不只是在国内 在亚洲乃至世界也是赫赫有名 就目前来看 上海已经成为仅次于东京的 亚洲第二大繁华大都市 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 许多网友在互联网上 还把上海调侃为魔都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我国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逐渐提高 在不久的将来 也会让全世界对我们刮目相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本期视频有你的家乡吗 对于这个榜单 你还有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